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 白露大婚造型惊艳 但投射成网友热议焦点 由白露和曾顺兮主演的仙侠剧《林江仙》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随着拍摄进程的推进 剧组的路透照一波接一波的曝光 频繁登上热搜榜 热度居高不下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追林江仙路透的感觉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天天都有新料 近期 剧组曝光了一组白露和曾顺兮的大婚造型 瞬间引发全网热议 照片中 白露身穿婚服 造型华丽 却不失仙气 简直惊艳了所有人 网友们看到这身婚服后 纷纷调侃道 这婚谁爱结谁结吧 实在是太震撼了 有人更是感叹 这婚服是认真的吗 真是美到不敢相信 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仙侠剧 《林江仙》不仅有强大的演员阵容 白露与曾顺兮的合作更是让不少观众期待不已 加上精美的服装造型与仙侠气息浓郁的场景布置 剧迷们早已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 随着剧集的进一步拍摄 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画面呈现给大家 除了令人瞩目的婚服造型外 白露在《林江仙》中的其他造型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 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兼具峡谷柔情 服饰设计别具匠心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制作团队的精心雕琢 特别是在仙侠题材中 角色的服装不仅要符合人物的气质 还要能呈现出飘逸灵动的仙气 白露无论是穿着婚服还是其他日常的古装造型 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角色塑造力 不仅白露的造型引发热议 男主曾顺兮的表现同样备受期待 作为年轻一代中颇具潜力的演员 他在临江仙中的表现如何也成为观众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曾顺兮的古装扮像像当初彩 配上剧组精心设计的仙侠服饰 给人一种潇洒不羁 英俊非凡的感觉 总的来说 随着临江仙不断曝光的路透照 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 无论是演员的精彩表现 还是服饰 场景的精美设计 都让人对这部剧充满了想象和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部剧将成为仙侠剧中的又一经典之作 白露大婚造型 华丽却有点雷人 白露在临江仙中的大婚造型一经曝光 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这套婚服可以说是极其华丽 金光闪闪的配饰 加上夸张的眼妆 仿佛是把老娘要结婚了 几个字直接写在了额头上 十分抢眼 然而 虽然这身造型充满奢华感 但部分网友认为 它有些过于浮夸 甚至调侃向士 天竺公主 在世 尤其是白露头上那两朵大花 直接成为了网友们调侃的焦点 不少人笑称这是 观音同款 虽然造型有些雷人 但不得不承认 白露的颜值依然在线 即使在生途中 它依旧笑得甜美 颜值扛住了这一切 和它在剧中高冷 飘逸的形象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萌 进一步拉满了大家 对这场大婚戏份的期待 尽管有部分网友 对这套造型的评价 包贬不一 但这正是仙霞剧服装设计的 一种大胆尝试 制作团队似乎有意 将婚礼这一重要情节 打造成视觉盛宴 以夸张的设计 展现仙霞世界里的独特美感 再加上白露的出色表现 它在婚服中的每一个笑容和姿态 都让人难以忽视 尽显角色的独特魅力 除了白露的婚服造型引发热意外 剧中的其他造型设计也备受关注 林江仙作为一部仙霞剧 注重通过服饰来表现角色的身份 气质和情感变化 白露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时而冷艳高贵 时而温婉可人 而她的服饰 也与角色的这些转变相得益彰 不少网友认为 尽管婚服造型有些夸张 但整体而言 白露在剧中的其他造型还是十分惊艳的 每一套服装都经过精心设计 从色彩搭配到饰品细节 无不透露出剧组对仙霞美学的独到理解 而白露也凭借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赋予了这些服装更多的生命力 她的每一次出场 都仿佛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唯美的仙霞世界 另外 白露在拍摄现场的状态也被网友们津津乐道 路透照中 她时常露出甜美的笑容 与剧中冷酷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反差萌 更是让观众们对她的角色充满好奇 网友们纷纷期待 白露会如何在剧中演绎这一角色的多面性 总的来说 尽管大婚造型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白露凭借其出众的颜值和表演功力 依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期待 随着更多的剧照和预告逐渐曝光 无疑将成为观众们追捧的又一线侠历作 白露演技逆袭 从四谱到十丽小花 白露刚出道时 演技备受质疑 被不少网友吐槽为内于四谱之一 认为她的表演过于平淡 缺乏亮点 四谱的称号虽然带有调侃意味 但对于一个新进演员来说 这样的标签无疑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然而 白露并没有被外界的批评打倒 她始终保持谦逊 低调的态度 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提升自己 每一部作品 她都认真揣摩角色 精进演技 逐渐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 从最初的质疑声 到如今被称为实力小花 白露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打破了外界对她的偏见 在最近的新剧中 白露的哭泣 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她将角色的情感 展现得淋漓尽致 既有一种深刻的破碎感 又不会让人觉得 情绪过于用力 恰到好处地拿捏住了 角色的内心波动 这样的表现 不仅让观众为之动容 也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肯定 白露的哭戏 被网友们纷纷称为哭包美人 无论是在情感爆发的瞬间 还是细腻的内心戏 她都展现出了不俗的表演功底 从初出茅庐时的 似谱到如今的实力小花 白露的演艺之路 充满了坎坷与挑战 但她始终坚持自我 用行动证明了努力的重要性 随着更多新剧的推出 白露的未来也将更加光明 相信她会继续给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表演 除了在新剧中的哭戏备受好评外 白露近年来的演技进步 也有目共睹 她从早期略显稚嫩的表演 逐渐蜕变 展现出了对角色的更深层次理解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侠女形象 还是现代剧中的都市女性 白露都能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 赋予角色独特的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 白露对表演的认真态度和不懈努力 也是她成功逆袭的重要原因 她经常会在拍摄前做大量功课 深入揣摩角色的内心世界 力求每个细节都能呈现出最真实的情感 在拍摄现场 她总是虚心向前辈请教 不断突破自我 打磨自己的演技 这种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 使白露从众多小花中脱颖而出 逐渐摆脱了早期的负面评价 成为了当今娱乐圈中 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不仅观众对她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业内的导演和制作人 也开始更加看重她的潜力和能力 对于白露来说 演技逆袭不仅仅是表面的成功 更使她坚持不懈地努力结晶 从四谱到枯包美人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实力 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演员的成长历程 未来 她的演艺事业必将迎来更大的辉煌 而她的每一次新作 也都会带给观众更多惊喜和感动 除了白露的造型引发热议 男主曾顺西的造型 也同样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剧中 曾顺西一席白衣 阴魅飘飘 仙气十足 将仙侠剧中角色的飘逸感 诠释得十分到位 不过 她的白发造型 却引发了部分网友的讨论 有人觉得 这款白发造型 虽然增添了一丝先锋倒鼓的感觉 但在某些角度上 略显暗沉 甚至让曾顺西看起来有些憔悴 不过 大家一致认为 这些小问题 并不影响她在剧中的整体表现 真正让观众惊叹的是 她与白露的双人剧照 剧照中 白露一身红衣 曾顺西一袭白长 两人深情对视 仿佛时间都为这一瞬间停滞 红与白的强烈对比 配合两人对视时 充满张力的眼神 直接将整场氛围感拉满 这样的画面 不仅展现了仙侠世界的浪漫与唯美 也让人对两人在剧中的情感纠葛 更加期待 无论是造型上的对比 还是两人同框时的化学反应 曾顺西与白露在临江仙中的搭配 都被网友们称为仙侠绝配 这种绝美的视觉冲击力 结合两人出色的表演 将为这部剧增添更多的亮点和看点 随着更多双人画面的曝光 观众们对于这对荧幕情侣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除了虐心的剧情外 临江仙里也少不了甜甜的恋爱戏粉 从预告片来看 白露和曾顺西的吻戏甜度爆表 令人脸红心跳 两人在剧中的互动火花四溢 几乎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粉红泡泡 完全符合观众对仙侠剧里 甜虐交织 爱情线的期待 然而 从目前的路透来看 婚后生活估计不会太平静 白露和曾顺西的角色 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虐恋情深》的模式中 虐心情结必不可少 两人的感情将经历重重波折 甜与虐交织 既让观众心疼 又让人欲罢不能 这种又甜又虐的剧情走向 无疑是于正作品中的一大亮点 也正是他最懂得观众心里的体现 于正擅长抓住观众的情感脉搏 把甜蜜与虐心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 令人沉浸其中 除了感情线的起伏 《林江仙》这部剧本身也非常有看点 无论是演员阵容的强大 还是服装、化妆、道具的精致程度 都让人感受到制作团队的用心 白露与曾顺西的默契合作 加上出色的美术设计和剧情设定 已经足够吸引观众的眼球 随着越来越多的路透和预告曝光 剧迷们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 至于最终效果如何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仙侠剧带来的视觉盛宴与情感冲击吧 相信《林江仙》不会让观众失望 必将成为一部热门仙侠大作 《林江仙》不会让观众失望